現在所在的位置就是位在東京都的澀谷區 那麼在我後面的就是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住家 那麼安倍在遭到槍擊身亡之後 在日本時間下午1點半左右是回到了中京的住家 可以看到在他住家外面有非常多大批媒體守候在外面 那麼同時在這邊等了一段時間之後 可以發現有非常多的車輛進進出出 包括自民黨內的一些人士 還有這個政黨的高層大咖等等 都紛紛來到這裡來向安倍致意 另外還有一些民眾是自發性的來到這裡帶著鮮花 想要來向安倍表達哀悼之意 不過因為現場並沒有設置獻花台 因此被這個現場的警備人員給婉拒了 那麼其實安倍在日本可以說是評價相當兩極的一位首相 一方面是他歷任以來 執政的時間加總起來是最長的首相 因此可以想像他在日本受歡迎受支持的程度 但是另外一方面 因為他走的是比較保守派的路線 因此在過去也受到不少革新派人士的批評 不過在執政黨自民黨內 其實安倍是過去最大派系安倍派的領導人 那麼就連現任首相岸田文雄 其實都是在他的派系支持下 才能夠鞏固政權 來擺平各個派系之間的平衡關係 那麼現在安倍不在了 各個派系之間會不會失去平衡呢 而且另外在這個 過去在外交國防路線上 安倍曾經喊出說要增加國防預算 甚至要使用反擊能力這樣的詞彙 而在經濟路線上面 現在的岸田首相其實有一部分 也是延續當時候的安倍經濟學路線 這些政策還有路線 會不會受到這個安倍的離開 而受到影響或改變 都是未來值得關注的焦點 那麼以上是在東京的最新情況 再把時間還給台北